中国正传 自占领以来对东图厥斯坦人民进行系统性迫害和中族灭绝的残酷政策 无法制服穆斯林人民的独立愿望和不拘不扰的精神 将东图厥斯坦变成露田监狱的中国正传 在船局范围内拥有属前个集中印和警察检查站 最近对一名维吾人发出逮捕令 1月3日东图厥斯坦库尔勒进放20万元 船上一载讨人员内传老改赋 由现实为害性 通报显示在讨人员麦荷姆迪冒移动 南 维吾尔族 54岁 讨跑市上神传黑色蜡脸 戴毛城 下神传藏蓝色长谷 内传老改赋 戴布林众的信息表明 麦荷姆迪冒移动从舰鱼或集中印讨图 10月28日哈塞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拉马赛苏雷曼诺夫东亚研究所举办了题为 中亚思想是北京下的突厥决心的国际科学事件研讨会 据悉 本次研导会记载 请著 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 民族哲学家 历史科学博士 利萨拉提 卡里摩瓦教授 版真70周年 来自哈塞克斯坦 吉尔基斯坦 乌兹比克斯坦 美国和土耳其的科学家 以及社会组织和 大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 日本政府继续寻求平衡 中国在银泰地区的影响力 顺求加强与澳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合作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英国和日本正准备在下个月前输一厢军事访协协协议 以加强安全合作 两国之间的胡回准入协议谈判预计将于12月结束 日本首相安天文雄于伍越在伦敦峰会上 会见使任英国首相 暴离辞与韩军时启动了谈判 中国海湾终于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4月份的净出口意外萎缩 向往美国、澳盟的贸易扼打幅下降 至始自2020年5月以来 中国首次出现净出口同时下滑 4月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贸易额同比萎缩了0.3% 4月份进口下降了0.7% 国防部4月6日对外表示 其今天下午5十只公正火解放军机四十六加策 于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 进入西南空越二十一家侧 军舰四所侧 持续于台湾周边海空与活动 根据给部的声明 台方通过电子梗踪失备 巡逻机、舰船和导弹系统 梗踪了中国四十六架飞机和四所舰船